去旅行當然想戴越少衣服就越好 留多些偽裝戰利品 今次我就教大家怎樣用三條裙 一條褲和三件衣服 襯足七個衣服出來 Let's go 我就嚴選了這七款item 考慮到它的重複穿搭能力都夠高 只要用一些accessories去襯 很簡單就可以轉換造型 女生去旅行最少都要戴一條顏色夠sharp的連身裙 配上今季大熱的超大草帽 就可以令整個造型更加突出 accessories夠輕便 好值得帶多幾款來襯衣服 夜晚凍的時候脫下草帽 起反件外套又是另一種感覺 夏天旅行另一件必備item就是白色T恤 襯上細頂點的太陽帽 就適合不想太浮誇的女生 今季都流行鬆身手袖的襯衣服 可以遮手臂之餘 手袖自然擺動也好有氣質 有沒有發現我轉了第二個lock 都還在穿同一雙鞋 一雙綁帶輕便鞋是旅行超白搭的選擇 雖然是夏天 但去旅行有時都會有些天氣變化 一條黑色緊身長褲就最保暖又白搭 想突出身形線條 可以用緊身小背心來襯上黑色緊身長褲 戴著headphone聽著最喜歡的歌去遊歷 心情都更加好 橡牙色的小背心 襯上橫色的貼身長裙 再戴上Day1出現的大草帽 就可以打造出寒味十足的感覺 Monotone的打扮 不妨襯上對今季流行的民族feel七彩拖鞋 令整個造型有滑龍點睛的效果 牛仔裙也是夏天去旅行好易襯的單品 好似這款玩平色就簡單得來有點特色 用來襯了幾個套都不覺得沉悶 除了小手袋之外 單薄背的織網小背包一樣好適合各種夏天衣 話今二就用了幾件單品襯了七個造型 你又最喜歡哪個套呢 歡迎期待 sap